欢迎收看九伯八聚焦东盟 早安你好我是Cindia欣睿 最新的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排行榜是出炉了 那毫无悬念的香港是再一次拿下了冠军 这个调查呢就是比较了全球209个城市 综合多个项目的开支 包括了食物啊家具用品啊房产公共设施 交通还有娱乐等等方面 所需要花的一些生活成本 那结果就发现呢 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10个城市当中呢 亚洲城市就占了8个 那唯一一个进入10强的东盟国家呢 也毫无悬念就是排在全球第三名的新加坡 那香港这次夺冠呢 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的市场 以及货币和美元挂钩 推高了当地的生活成本 那当地的房租 汽油和喝咖啡的开支呢 也是全球最贵的哦 其中以咖啡价钱来说呢 一杯浓缩咖啡Expresso 在马来西亚呢 大约10令吉就可以找到了 但是呢在香港的价钱呢 一杯却要价7美元 大约是30令吉 那汽油价格方面呢 我国RON95汽油是每公升2令吉0% 而在香港呢 汽油每公升的价格是高达2美元 也就是8令吉20千 而在东盟内呢 生活成本第二贵的 是排名第40名的曼谷 接着就是印尼亚加达排名第105 柬埔寨金边第108 菲律宾马尼拉109 越南河内112 以及缅甸昂光117 那吉隆坡呢 在209个城市当中 是排名第141名 在东盟地区内呢 算是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咯 主要呢是受贿于汇率下滑 那这或许呢 是对于花着令吉的我们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说是游客带着新元 或者是美元来消费的话呢 简直就是太划算了 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每年的6月26号 就是联合国定下的国际禁毒品日 当局也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呢 每年都要举办禁毒日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民众更加理解吸毒的害处 那今年的禁毒日正日当天呢 就看到了泰国当局 宣布销毁7000公斤的毒品 以展示禁毒的决心 泰国食品药物监管局就表示 由于今年呢 缴获的毒品实在是太多了 一共是16500公斤 因此呢 销毁的活动还需要分两天来进行 刚刚收割的就是在6月26号当天 已经销毁的其中7000公斤 那其余的9500公斤呢 就要等到下个星期 7月5号的时候呢 再销毁 那这些毒品加起来的市值呢 是高达6亿美元 大约25亿令吉 那在柬埔寨方面呢 6月26号上午在首都金边 也举行了国际禁毒日活动 由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苏庆主持仪式 烧毁了一批2000公斤的毒品 包括了有海洛伊呢 还有甲鸡奔秉安等等 那至于在新加坡呢 当地的国际禁毒日活动就相对温和一些 当地政府在滨海湾一带 以及圣陶沙港湾一带的15个地标建筑呢 都亮起了绿色或是白色的灯光 象征着民众对于反毒运动的支持 那为什么是白色跟绿色不是其他颜色呢 因为这两种呢就是反毒丝带的代表颜色 象征着健康活力还有力量 那除了亮灯活动 新加坡当局呢 接下来也会举办嘉年华 来推广反毒品的公民意识 进而支持国家迈向无毒品的社会 在我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呢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被人弃制的汽车 那应该要怎么处置这个问题呢 总是让当局相当的头痛 那泰国首相巴欲最近就宣布 假如当局在国内发现 没有人认领或是留在公路上 公用的私人旧汽车 就会把它拖走并且沉入海底 用来打造人工礁石 那巴欲就说呢 这个是为了要解决曼谷交通拥堵的问题 因为曼谷本来就是出了名的非常塞车 数据也显示呢 泰国是世界上交通最拥堵的国家之一 那由于有很多的这个气质的车辆呢 都是停在路上 桥下或者是高速公路上 这些呢都会加剧交通拥堵的情况 因此呢有必要好好地解决 接着我们来关注各报的重点新闻 The Star新报 一千令吉罚款根本废的 占据有六个足球场 这么大的非法垃圾场 但是受到的罚款却微不足道 引起各组织质疑 现有条例的作用 他们要求加重惩罚 不只是要增加罚款还要坐牢 新州日报 反贪会说追讨挪用1MDB资金 自批名单更长 大马反贪会将会在至少两个星期内 公布追讨一马发展公司 遭挪用资金诉讼的最新答辩人或单位名单 由于答辩人的名单过长 反贪会需要时间研究证人地点等等事项 南洋商报 明年财算聚焦社会安全网 放眼50万青年就业 财政部将会在10月11号提成国会2020年财政预算案 财案将会聚焦数个领域 政府正评估与拟定新的计划 通过各项就业措施达到50万青年加入职场的目标 中国报 再控三年收贿4276万 阿末扎西涉嫌在内政部长任期间 从2014年10月到2017年10月期间 从一家公司收取总值4276万令吉的贿金 他面对26项贪污和7项公务员 不得接受贵重物品的控罪都不认罪 光明日报 家长销案老实道歉 师生握手和解 女学生叫老师阿关被鞭打事件圆满落幕 老师伊兹兰和家长及女学生握手言和 女生的母亲也希望各界停止议论以及网络霸凌 光华日报 中国每人一半将吃光我国产量 改种榴莲变富翁 首相敦马哈迪说 中国有13亿人 每人吃一半榴莲就会吃完我国生产的榴莲 因此农民不应该只种植一种农作物 以增加收入 他举例 有种油棕和橡胶的农民 因为改种了榴莲和黄梨 而成了百万富翁 直播吧 聚焦东盟 今天为你更新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辛远辛睿 我们下次再聊 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